村長廣播 村長廣播 感謝大家對野人七號部落的支持 恭喜本部落 開始至今距離百年部落 還有99年 是沒有錯 我們就是只有一年 但是在這個短短的一年呢 確實充滿了滿滿的回憶 所以呢 各位村民擁有本部落傳統服飾 也就是給本部落 非常非常大的鼓勵跟支持 未來呢 還是會繼續拿出全部的熱血活力 排出最好看的野人七號部落 讓大家看 你說好不好 好 歡迎收看 野人七號部落 今天是非常有教育意義的一集 因為我們 下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 下下 Everybody 我們要去齊萊 齊萊有跟很多條線 我要去的是比較簡單的 叫齊萊難滑 一樣漂亮 因為這次我們就是 打折了這種 園優惠的心情 大概三十幾個人 組一團上去 從來都沒有看過爬山這麼多朋友 原本就大概五六個就變二三十個人 因為我以為爬山是很孤獨的 沒想到一約約約約三十幾個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就像什麼 就像山上的山屋一樣 很多人想要來報名 進入我們的野人七號部落 對 因為他們發現 進入了野人七號部落之後 在外面好像有一個 感覺是被罩的感覺 我以野七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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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海之內一家人好不好 日海之內接兄弟 接兄弟 日海之內接兄弟啦 今天呢 很認真的要來做一個 功能性的VLOG 提前一個月啦 來準備一下我們的行李 我們其實沒有爬過太多次的百月 這次呢 我們就要好好歡迎 歷經非常多座百月 也是非常有經驗的導遊 我們歡迎 368 陳彥宇 我要鎖多 我們今天呢 請到的這個 陳彥宇大概爬過幾座厲害的高山 要不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五十五座 五百月 對 而且五十五座不是說五十五次喔 是五十五座裡面有可能有某些山 他可能爬了N次 玉山你爬過幾次 快十次左右 那因為玉山很難抽 那這七來南華就很多 現在他應該有可能會過十次了 現在這個季節 我們現在是 1月 那我們現在1月要去 奇萊南華的話 上面的大概現在是幾度 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說是半天的話 可能會10度 下 我們登上座就兩座 恩品地差的 是那麼多 它晚上就基本上都是零座 那等於說裝備要非常的充足 如果是稍微一失溫 或者說 欸你白天有時候走一走會熱 可能脫掉是感冒 該戴的東西都要戴著 看每個人的體質好 自己做衣服的穿 像你這個 形狀很像頭髮的耳罩 來出去拿一買 好 你介紹我們嗎 對 這是什麼牌子的 就是前陣子我去 我感覺到 剛剛以為是一個這麼保暖的耳罩這樣 其實我前天晚上就已經跟柯七還有燕講好說 我們預先練習 說我們明天 假設要去爬起來的話 你要準備什麼樣的服裝啊 背包啊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去把我們準備好的拿出來給你看 檢查一下說什麼是不應該拿的 什麼是應該拿的 OK 好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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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彥宇 不太行 哈哈哈 你以為你要去夏威夷啊 我跟你說 因為他這個 在這個是想的 不是想的之後 你自己拿過來 還比你小 我是真的沒有背夫妻嗎 你是要脫在圖上面是不是 貝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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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下你的照片 貝貝貝貝貝貝貝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欸 有點是開玩笑 像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遮氧都OK吧 OK 可是 很冷戴這個草蠟也OK 沒有加個頭巾 所以這個是可以 可以 因為遮氧 還有重力兩個還算可以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是故意的 在爬山的過程中 很多新手 難免會有一些天兵 當替代役當兵的人都知道 你明明就覺得 這些事情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可是偏偏就會出現 就是會有 團體裡面一定會有 不多被我XX 對 張建成怪 他會天兵嘛 就莫名其妙 等一下就只有2 1 2 3 4 5 個人 就會有一個天兵 今天就要去Save 給人家逼條碼 大家還記得嗎 看他這個樣子 大家 真的是不要以貌取的 我可以說他是台大的高台政 我們現在比較有興趣的是 他這個條碼 對 你這個條碼 你要說掃完會有什麼 我是原住民 OK 阿B 阿 這邊有了有有 欸~~ 我是 我是原住民 我改頭換面 對 他最近變成蟑螂 對 宣傳一下他自己的舞台劇 叫做 叫做那個 天兵 仲夏夜之夢 年底七八月開始會巡演 他其實在舞台劇上面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好撤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裡面的包包 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們從科技的先開始 其實這個登山包嘛 合格的登山包 對 打包不合格 我們都會塞好塞嘛 他應該是很帥的 很挺 就不會這樣亂亂的 這個外套 這是不行啊 這是潛水外套 超重啊 這樣有個包包 不是說東西不好喔 是東西不適合 不適合 那是潛水用的 喇叭 喇叭可以吧 是能力啦 因為它畢竟是個重量 這很輕啊 就像花錢一樣 你覺得沒多少錢 你整個月算下來 算總重的 因為你看這邊多了500克 但是全部東西都加起來 500克600克的話 就要好幾公斤了 其實為什麼他們都要買 盡量化的 越小越好 因為全部東西都要自己背上去 要吧 這要補蚊效果 但算沒蚊子啊 啊對 太冷了齁 不過要看啊 因為我們碎的是山巫 山巫裡面基本上還騙人 所以你如果說是去 加羅湖那種野營的路線的話 就比較需要 這是跟美嘉買的吧 上一下美嘉照片 也很重啊 那我又帶了一件帽子耶 那我又帶了一件帽子耶 不是 要跑我 上次拍下去幫我找 那我的能不能給我戴上衫 最後就是睡袋 睡袋我應該要放在最下面是對的 對 等一下為什麼你也有這個牌子的睡袋 可以平台我給他買的 而且很輕的又小 OK 看樣子它的裝備是大概幾塊 這15塊 你這應該評分吧 這整個都不行啊 沒有 我的都是很實用的 就拿出一個你就嚇死了 這是拔罐吧還是針灸 針灸拔罐 然後還可以吸 不知道 山上沒有電 山複不是有電嗎 那個就是點擊用才會 微電量而已耶 那吹風機 吹風機不行 那你這怎麼辦 我就不行頭啊 我是故意讓大家知道說 不要帶那種 要插電的那種3C產品 我現在都是教育性質的 來 這個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自己談談 很久沒看到這種東西了 照片 有簽名照 不是 沿路都會遇到很多 單有他們就會說 KIDA KIDA 你們簽名照 可以拍照嗎 可是如果跟他拍照 我就等於停下來 這個我從南投 走回台北的時候很有經驗 所以我決定就是 先洗100張照片 先寫好簽名 然後他們有時候要拍照的話 我就直接發給他們 發給他們這樣 這可以吧 可以 但其實不行耶 有可能我們那三十幾個 就先發完 這個 溫達幫我彈的 網美店 發熱護藥 對發熱護藥 我派具藥 為什麼 基本上他們帶的衣服 應該就夠白了 好像今天忘記帶衣服 很痛的 所以這也不行對不對 而且很重啊 我跟你講 我的公仔 你也要路上發 沒有 我們人生的最高峰 就是拍攝影片 紀錄我們去過的那個地方 如果說我們帶著公仔 把這個公仔放在那邊 然後拍到 起來的最高峰 更有意義是不是 我們要拿金鐘獎盃 其實沒有不起 你想帶金鐘獎盃上去 我還帶兩座 我跟你講最後一個東西 我希望說你可以帶著我的金鐘 對 穿著 帶我的帕子 西蘭南華 全新到我 這是叫做西紙褲 它只有一邊 外一邊的 對 你去穿著 現在 慢慢不能看 我們去房間 好的那個 其實今天就是小小開玩笑 因為其實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會有一些失誤 就比如說你明明有一個很好的裝備 可是你沒有好好的去帶它 使用它 帶了很多沒有必要的東西上山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現在開始樂於去爬山 潛水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提醒大家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有點教育意義的拍了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原來爬山 那個包包裡面 不能隨便亂抓的東西 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 會讓你保密 因為沒有那麼多有經驗的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可以拍這一集 讓專業的諺語 告訴大家說 上山到底包包要怎麼帶 到底裝備要怎麼使用 其實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我們就去諺語的工作室 然後看一下說 到底包包要怎麼帶包 好嗎 OK 好 好 在哪裡啊 你剛剛問我在哪裡 告訴你 山林為背 海洋為床 大地為家 戶外 是我的信仰 我在台灣368 你看一下這邊 根本裝備間耶 這根本就是 所有登山的裝備 不管是重裝輕裝 都在這個工作室裡面 他們這邊也有提供出界 所以到時候如果我們去的話 你們也會幫我們 準備一些我們 沒辦法來準備的東西 像 這種東西 我們可以選擇到冰府 有機會 就下次選擇幾天 就最近前來的話 已經下雨了 太扯了 如果真的遇到他 我覺得是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還記得五月天演唱會的時候 你一直說很想去那個冰林的地方 他那個後面的那個影片 都是那個冰雪 對啊 等一下先訓練 有沒有 今天重點就是講一下 關於騎來的裝備 因為我們現在剛好是在雪季 那我們當然也要帶足 不然說到時候真的萬一下雪 我們沒有足夠的裝備的話 也是沒辦法爬上去 對 所以我們這次的裝備是針對 雪季的騎來 而不是說每一座山 都是適合這樣的裝備 麻煩那個彥宇 一個一個開始跟我們講好了 這個也要綁在我們的包包上面嗎 塞在包包 這個也要綁在我們的包包上面嗎 抽睡袋可以講一下 因為他這種是羽絨睡袋 膨脹之後會變很大 他會這樣去折 但是你會很難塞進去 對 這種睡袋我們都是 直接這樣塞 對 我們都是用塞 他是誰教的啊 誰教要這樣折啊 早期的睡袋可能沒有觸到羽絨 就是黏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折不然塞進去 OK 好 現在講身上寬的這個 這個是登山寫 對 我今天先準備一雙鞋 明天我要搭配 再準備另外一雙鞋 就是一雙鞋到底 準備兩雙鞋是怎樣 找麻煩啊 你跟我自己說話 各位 你自己準備兩雙鞋 你自己準備兩雙鞋 因為我們可能會需要上冰 所以會建議就是要硬筆的那個東西 很硬欸 它冰爪的長度都是固定的 固定上去之後 底如果會軟的話 它長度就會改變 冰爪就會脫落 這種鞋子呢 對腳踝的保護性也會比較好 其實它中間 它有一層底 所以你走起來也會比較舒服 走長途的路程 因為我們竟然要滑到走 大概快40公里 蛤 40 快40公里 你確定是耍廢堂嗎 在爬白去 呃... 所以這不是一起穿嗎 就是說你要選擇這個或這個 晚上到營地的時候會特別冷 我就會全部穿起來 我如果穿這種羊毛的 我可以再穿這個毛的嗎 會不會就濕到這個 我很擔心這樣 這是重點就是 化鮮或是刷毛它濕了 它還會有基本的保暖空 但是羽絨就不會 所以沒有人在穿羽絨頭 羽絨是到定點的時候穿的對不對 對 羽絨一定比他們冷 所以像我現在天氣比較冷 我都會帶兩件 我們撕掉的衣服 盡量到山上都不會脫 因為你今天如果到山上了 你脫掉了 溫度低 濕度高 它很難不乾 所以我們會躲到山路裡面 保持自己比較多新溫度 用體溫去把它抖乾 除非真的很濕 會導致實溫的話 那就真的要脫 所以我說要背一件衣服 是這樣 當那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換上背用的衣服 那我們三天底層穿一件 就穿到底嗎 對 然後背用 背用一件 你會洗澡嗎 台灣燈上沒有再洗澡 符合我的要求 我真的不想洗澡 好 再下一個 外層就是防風防水服 懂了 原來是這樣穿喔 有 這個我有 就是上身的部分 下身就是 一般褲子你也是要 我會建議再戴一件包 好暖褲 到營地的時候可以再穿 比較不建議 因為棉的 你在吸水的時候 它很難乾 到時候到營地 我們會到帳篷裡面 把褲子脫掉 再換另外一個 或是直接泡起來 然後這是雨褲 我會建議是兩結式 別人會用抖縫魚 兩一勾刀數字 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我會建議是兩件式 如果真的有預算問題的話 建議機車雨 當然就是手套 白天走的時候是還好 但是像第二天 我們會摸黑上去看日子 晚上的時候風會比較冷 會比較大 你四肢沒做好保暖的話 其實會冷到 所以就是建議手套也帶 薄的這種 這種是比較專業 套這層再套這 像我有時候 我可能想要活動性高一點 我就會一直帶 如果在正確的使用下 它可以減輕你身體 百分之三十的補充 我真的超級力推 登山上這件事 登山上就是要兩次 再平衡左右的肢力 因為你要上山 你就調比較短 你就這樣卡上去 你的手幫你吃力 你就很容易的伸上去嘛 如果你沒有 你東西那麼重 不是很吃力嗎 下山的時候 你就是有個落差嗎 你就先頂住下面 下山上的路 不是像樓梯 不會有標示 告訴你說 前面有山根樹根 所以你要小心喔 不會有這種事情 我覺得登山上的路管 是爬山 下山 或是平路 都是必須要用到的 拜託大家要用一下登山道 它真的會幫助你很多很多人 我也不要裝多 因為你在山上 有時候身體不太適應 你會吃不下那麼多 你會有一個錯覺 覺得自己很餓 你就想要裝很多 出魚很浪費 電量比較破壞到別人生態 因為是很多人搭火 所以你這樣吃也會影響別人的權益 到時候在提醒我們一些 在山上的一些規則 不好覺得我們有時候會 不小心冒犯到人家 剛剛每講的這個是血鏡 整片都是血的話出大太陽 反射就像太陽直射眼鏡一樣 戴這個來保護眼鏡 不然會血嗎 竹投瓦斯基本上我 我會帶 這是我的醫藥箱 你們要帶個人的藥品 這個是公警包 隔天我們去看日出的時候 就會背一個小包包 包暖衣服 衣服 頭燈 但我說我們第二天 可能中午昨天就回來 球戰一樣要帶 因為你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還有一些簡單的實意 要帶音響吧 音響也有一個訣竅 遇到其他隊伍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轉小時候 會先關掉 還有過危險地形的時候 因為你要去注意四周 不能戴耳機對不對 因為落實聲速比較快 譬如說你會先聽到四周滾動的聲音 你就會有機會做反應 就是登山包 你建議被那種 平常出去玩 不能用雙肩包 我們是長時間行走 這邊會很不舒服 它都是要有這種 背負四周的 遼扣 肩帶 它這樣子才可以平均 把重量分擔到你的球幹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登山包外面都會靠 魚套 它其實比較防水套 它比較防魚套 它其實只有防潑水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 我們登山包子裡面 在裝裝備的時候 都會用一個大 塑膠帶 去把裡面的東西做防水 對 如果有睡袋的話 會先去用睡袋去打頂 造的東西放在第二層 靠背的位置 我們放的順序 是去造 使用天后的順序 這個是頂帶 大部分包包都有做頂帶 它就有些事 好毛巷 我跟你說 他們的LOGO很可愛 就是一隻大象 研究了他們的歷史 蠻帥的 艾格 中間是一個瑞士對不對 一個瑞士的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當初呢 表戰了這個艾格衫 一行人就是穿了這一套 直接攻頂成功 第一年的艾格 其實大概1860幾年那個時間點 很多戶外品牌在做艾格風 這套要上三層前的裝備 大家都沒有完成 完成一次登頂 他們是一行人完成了登頂 唯獨就是穿了長毛巷這個裝備 所以他們這個系列就取名叫艾格 大三哥爸 我們現在是要先挑鞋 你現在是怎樣 你自己挑衣服 我的夢想就是 蒐集四神獸 四豬鳥 長毛巷 潘山鼠 你今天就一神獸 開始挑了吧 我是建議羊毛襪 除臭啊 它是最天然的抗菌除臭的材質 我都穿羊毛襪 然後我都 一個禮拜洗 不信 不信你等一下問 我現在穿一隻就整個包覆性 跟整個舒適感 可以做這個煞車這種東西 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不是想騙我買這雙 我如果一這樣子 就可以有磨損 我就要買了 是不是有這種心態 我可以有幾次機會 沒有你可以衝刺 先衝出去口了 我先跑回家 先走了啊 還是不是叫我衝刺 這雙我喜歡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只要是人家跟我說這個機能 我自己心中通過 我就會直接選擇 賣賣賣賣 直接丟購物車 OK好 我現在從底層開始對不對 從下面開始選嗎 好 那你先選這什麼 這我剛剛試穿的 去想法 它這一件的話 最主要是裡面 它是用化鮮的材質 去做成它的刷毛樣式 那為什麼它會很棒 是因為 Polatec Alva它這個材質 是在國際一些 認可一個專利的一個布料 那你有發現它上面的刷毛層 做得有點像三角錐的樣子 它是因為讓你聚熱性快 但是它不紅 你知道為什麼我想要買它嗎 有時候就是穿海漢衣走路 覺得很冷 然後就穿起來 因為覺得太熱 穿穿多托 它這件就是結合兩樣 你剛剛介紹的整段 太業配 你是不是跟它有勾結 你是騙我來花錢 不是不是 你是太業配 太業配了嘛 等一下會看到我 我去付錢 而且發票打出來 它在腋下該透氣的環節 它是做得更輕薄的 你看它可以直接透光 哇賽 好啦 因為兩位專家的建議了 那我也不得不說什麼 買 買買買 購物車 好那下一個 這件是全白鵝籠的一個 最高規的一個寶門 鵝籠 超輕的耶 好像風吹的會飛走那種耶 300克而已 3坪羊的多 什麼事都越買了 到底拿了多少錢 欸等一下我講好 你到底有沒有收人家錢啊 沒有 沒有是 它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所以它很適合一般爬山 在山上保暖 是一個強度 一個輕 第二個它是可以收納在 它這個收納袋裡 喔 直接這樣子翻著 它翻著收價也很小 攜帶也方便 然後它在扣帶的地方 就會有這個內裡 內裡的拉力 它就是讓你可以收的位置 1920 OK吧 才1900耶 購物車 我好像看錯了 你剛剛是不是壓到什麼字 喔喔喔 為什麼不帶我去UX骷髏 我覺得好 我是為了你的荷包著想 是用心 看起來就是個很戶外的人 一定是愛上爬山的人 買完UX骷髏 骷髏 骷髏 還是會跑來這邊 所以我幫你省下前輩那一次錢 這好像有到耶 這有到 因為我自己就這樣啊 OK 又進去了 先上看 你去照鏡子 帥爆 而且它還有坐上下拉臉 在戶外坐下來 休息的時候 不吃飽了 但是又可以好 插 貓 超好看對不對 超好看 我在買東西你在幹嘛 我在幫你買東西 你在買你自己的嗎 你自己的嗎 來死他了 乾脆是你的 所以我的上半身衣服 就OK了嗎 你說你防水你有 剛剛有選褲子 像艾格的褲子啊 我們在爬山的話 會比較推薦這種四項彈性 第一個它高耐霧之外 它抗風防波水 跟透氣會堅峻 四項彈性一方面 是因為你讓你流汗的狀況下來 不影響到你的狀況 四項是哪四項 左右 跟上下 所以我要穿 我剛上有樓 OK 手套 這裝備嗎 像這個的話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也是GOTEC的事業 早期他們有做一個抗風的薄膜 它以前叫做WINSTOPPER 它這個布料是屬於 防波水跟防風型 OK 這個也是 包包 它是28升 延伸可以到35公升 最主要是它的一個背板 組合能體工缺 一個SPY背板 像這個繩子 有的部分啊 有些人他們用岩灰 清淀的雨衣 放在外面也行 如果說你要拿取東西的話 那時候小公司就可以 從中間測開 這是我最需要的 其實很多的防水包 科技也知道 它長得有點像這樣子 你要必須這樣子 就是往裡面挖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笨的一個設計 它又不得不這樣設計 因為它要防水 它要防水 防波水 對 所以它這邊就可以做一個側開的動作 它這個防水宇宙在下面 一個好的登山包 要配合一個好的登山者 重要的設計在哪裡 胸前有沒有放手機的地方 這麼巧 就是有 就是有是不是 唉唷 防水收納袋 它有三個位置可以擺放 它都有幫你做好一個夾扣 夾扣有沒有 它第一個可以擺在側邊 再來就是可以擺在胸前 像你背起來有可能把它放在胸前 我想要買那個 我想要買那個 這個也是艾格系列的其中之一 主要是特別是說 把它做成像背信式 因為它有兩個拉鍊 這個是拿你裡面的東西 另外一邊的話 我自己是特別是會擺在水壺的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是蠻大的 而且背信式的 很好看 直接變一個配件 我自己就喜歡說 我要做什麼事 我裝備就很齊全 那我也不想讓大家覺得說 我好像是亂買 所以我特別品這個 超貓相的這個 阿光 來幫我就是介紹一下這樣子 主要是也想要介紹給大家 鞋子可能大家看出來就是 腳踏上去就好了 但是其實它有一些細節 跟長年的一些經驗 覺得說它要怎麼樣設計 就像它的底層 有些是軟的 適合跑步 有些是硬的 它適合登山 所以它是做在細節裡面 你真的必須要去了解 羊毛它不是為了要保暖 主要是防臭 我們這次是蠻認真要爬起來啦 因為帶了二、三十個人上去 我們要拍攝 不小心穿脫穿脫穿脫的這個過程中 得了一點高山症 我們真的會非常的痛 今天呢我們就是算是比較 深度的一起研究部落 以後我們可能研究部落 也會慢慢的去教大家 一些裝備上面的使用 跟一些深入的了解說 為什麼要穿這個裝備 彥宇解釋這些東西 我真的是覺得上了好大一課 我覺得很開心彥宇 今天教了我們這麼多的知識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這集的野人氣大部落 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顛覆了一些 我以往的一些爬山的管理 未來爬山的日子 我會希望兒子 我覺得它讓我有一種安定感 教給它好像蠻好的 未來我們真的想要拍野人氣大部落 想去哪裡探險的話 它也會提供一些很棒的地方 告訴我們 讓我們再去把它拍給大家看 有很多爬山的一些朋友們 你們喜歡爬山 也可以去繼續找這個台灣368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放心的一個向導 它不只是只有它一個人 它底下有非常多的同伴 跟它一起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非常專業 以及可以信任的一個團隊 爬山就是要支持台灣368 那我們就到這裡 謝謝你今天收看野人氣大部落 接下來我們會更加努力的 拿來這些裝備上山去了 拍給大家看 就這樣 掰 而且錄鏡一下 錄鏡一下 我是在螢幕後面上課 上課 大家都在上課 對啊 掰掰 真的有付錢嗎 要要付錢 這個不是誰好的吧 人家有發票 我要搭桶鞭耶 確定我們今天不是霧霧賊船吧 因為我剛剛刷的也不少 卡差點沒過 對 差一點卡額度 對 差一點卡額度 謝謝你帶我們來買東西 謝謝你 騎來見 謝謝你